- 空都代表0100,全新製作的0100,大家安安,我是0100,歡迎來到0100JC 這局要看一下兩個可愛的隊友,真的非常的可愛,牛仔最喜歡這種隊友了 這裡先把這個機子修一修,然後看到盲女橋的格障,看到一個捷克 然後這個我看到紅光想走,結果直接出校準,最近時常都這樣 然後炸了一下機直接走了,我是一個消失流牛仔 所以他應該是比較難找到這個足機的,運氣好的話是找不到的 這裡先繞一圈進工廠,他沒有跟上來也就是沒有找到了,再繞回去繼續修機 然後這個路鏈獅中了一刀,這要過去了啊,應該在小屋那個方向,在小屋外面倒了 他這裡有一個地下室VIP房,不過他求穩的話會掛在這張椅子 如果他想要守屍,守得比較好,那他應該會掛地下室 然後我這裡瞄準沒有提前出,因為我想讓他在落地的時候硬直,那個瞬間把人勾走 結果這個牛仔的鞭子是無法拉到下去的 他在這張椅子直接一邊勾,這個傑克他是預判出了這個烏刃 這個打的還是不錯的,不過我勾完人之後是有一個硬直時間的 然後這裡我想把這個路鏈獅放下,點的瞬間他就打了過來,也沒有把他放下 好,結果還是沒用的,直接勾走,一個加速 然後也是現在這個小烏刀,裡面沒有紅光,翻進去 然後再跑來這個板子看一下,好像沒有看見什麼 誒,這裡紅光,這個烏刃還好沒打中 剛剛應該往後推到那個旁邊那兩捲東西 兩個桶嗎?應該說是,那裡是可以躲烏刃的 好,我賭他是不會抽到的,誒,砸一下 然後往中間走,我是一個消失牛仔 剛剛也說過了,我一個腳印是非常快的消失的 所以剛剛砸中的他是有一個20%的暈眩增加的 所以他踩完板出來,這個腳印早就消失了 然後跑來這個地方治療 最好就是不要在機子旁治療,因為如果 炸點的話,他直接傳送過來,誒,那就非常的傷了 來這裡先解機,現在全圓滿血 誒,這個盲女被打了,要過去幫忙了 那麼快就倒地了,我都還沒到呀,這就要看情況 看到有一個黃鐵在那,那我就吸引一下他的注意就好了 但是,冒險家是吸引注意,那我要過去救人 冒險家被打一下,救人 然後幫這個盲女扛刀 扛刀,看一下,誒,他在後面跟著 在這裡,稍微左右搖擺,誒,抗中一刀可以 然後這個盲女要跑上去,那應該 能跑到這個 呃,裡面去,然後再跳下來的 來到裡面待機一下,誒,你這個 攤板了呀,一定會倒 板子也沒下,直接倒 好,板子沒下也算是比較好 算是留了一個板子 好,這個鞭子 準備,誒,趕不趕過來 看清楚他的動作,先別急著出篇 因為他要把這個盲女放下 剛剛已經給他造成威脅了 來,再來一次,誒,你就覺得我這個 跑了嗎 好,這裡翻窗爆點 然後他肯定從外側過來 出一個霧刃,然後直接轉進去 然後再到這個窗戶,誒,他跟過來了 誒,翻一下 這裡出刀,沒有打中 哎呦,這個大心張 嗯,打得不是很好啊 嗯,也沒事,算了吧 這裡再翻進去,在這個工廠裡面繞 然後再找機會 跑到這個大門或小門 在兵工廠 嗯,翻盤的局 也出過好幾次視頻啦 你們可以翻回去看一下 然後他自己直接出霧刃 直接跳下去 利用一個高低差,絕對打不中 加了去 然後再走這個樓梯上去 還能再繞 看一下,這個心跳還在 但是沒有看見紅光啊 沒有關係 這個板子直接下 已經最後的階段了 板子不用省 直接翻出去 再看一下 先別急著跳出去 上面沒有紅光,也就是安全的 如果急著跳下去 下面有紅光,誒 下面有紅光 如果剛剛跳下去 就已經輸了 好,這個路練師在大門 這個傑克傳送走了 跳下去 這個大門沒有紅點 也就是冒險家在小門 那就往大門去就好了 這個大門開 然後直接出去就好了 根本不用管太多 感謝這兩個可愛的隊友 從頭到尾都沒自己從上面下來 我很討厭就是隊友 自己從我的背上下來 哎,非常的坑 好,這期視頻就這樣 拜拜